美丽眼四十年来的创作风格都是如此鲜明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位女性艺术家 她用树皮纤维做的装置艺术 她敲打构树的纤维塑造成像是花一样的作品 整件作品一体成型 全部的材料都是取自于大自然 除了树皮之外 她还用纸浆雕出了台湾的轮廓 利用这些再生材料 期许我们的土地要永远生生不息 一朵朵像是小花的装置艺术 靠近一看其实是用树枝的纤维锤打出来 整个作品一体成型 下方还保留树枝原来的形状 上面则是扩散开来的表皮纤维 这是艺术家陈鼠燕的作品 树皮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在于说 其实它可以透过一个很完整的比方说 是构树的树干 经过很简单的一个敲打 就可以把这个树皮整个延展开来 而且它的韧性和柔软度立刻就增加 所以其实在传统的原住民的文化里面 会常常用这样的素材去做树皮衣 出生自台东的艺术家陈鼠燕 大自然就是她的创作材料 每一件作品都可以回归尘土 作品树下三十天 就把纸浆放在养子金树下三十天 落叶枯枝或是小昆虫 通通都被包覆在纸浆里 凝固成一个一个的纸砖块 反映大自然的生态循环 挂在天花板上一个一个的囊带 则呈现出从一开始树皮的原型 到加工而成的商品 描绘出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 用纸浆雕汇出的台湾轮廓 更是利用再生的概念 形容台湾就像是一片叶子 希望这块土地生生不息 老师他其实就很喜欢用纸浆 就是因为它可以容纳很多的 外界的其他的物质 比方说可能是树叶或是花 其他的物质都可以结合到里面去 呈现出自然的一个美才 跟人的文化之间的一个关系 对艺术家来说 艺术就是取之于自然 回归大自然 以模价来说 在这边 启也了 其他的 还在这个 搭配 我 那边